2019年,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三对三篮球世界杯,10月31日在华朝大学厦门小区开赛,吸引了全球五大洲20个国家和地区的32支篮球强队前来争夺年度总冠军。 当天,篮球名书内蒙古篮协主席巴特尔受邀前来参加开幕式,为选手们加油鼓劲。 本届赛是资格赛之前,已在全球五大洲分别展开,共形成男女各16支队伍,在接下来为期4天的比赛中将轮番上演中外高校顶级三对三篮球竞技选手的强强对话。 三对三篮球赛因其简单的比赛形式,得以在全世界迅速发展,尤其受到年轻人的喜爱。 目前,三对三篮球赛已正式列入奥运会比赛项目,将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首次亮相。 很多的球员,现在在写上的奥运会比赛项目的奥运会,都会通过的系统。 所以,这些团队非常强的图形,为这些团队来自学院的图形。 这些团队是一个更加重的图形,为人们在学校三对三对三。 所以,我们很高兴认为成为一部分的成功,一部分的图形, 据悉,2015年至2018年,华超大学已连续四年举办世界大学生三对三篮球联赛总决赛 2018年,华超大学获颁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国际交流贡献奖 今年,赛事更名为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三对三篮球世界杯 节目